我是阮木华 买房跟着捷运走 我现在在全台含金量最高的黄金板南线 我现在要带大家去看一个 站步五分钟就能到的最夯的人气指标建案 金城武No.5 现在就跟我一起去看吧 旁妈你好 嗨 木华好久不见 欢迎欢迎欢迎 今天特别来参观我们的大岸 鼎鼎大名的金城武 金城武金城武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现在是迈入了第五期了 No.5 对 那为什么金城武系列这么夯啊 还好这个重点太多了 我来一一跟你说明一下 好那我席耳恭听 好 旁妈对金城武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这边的话就是走到板南海山捷运站的话 只要五分钟 那最重要的是这是金城武的第五期 它的占地的规模有六千平 哇这么大 对 光是花园的话就三千平 那花园的话我们是分了三大主题 有京都是十花园 还有巴黎岛的度假也不是十花园 还有那个英式的一个秘密花园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都觉得说 花一点钱在这边感觉上 钱有放大的倍数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金城武的价格非常的清明 所以在整个板南捷运上面 我们的价格负担最轻松 等于说性价比很高就对了 旁妈今天不是星期假日 今天是平日 为什么接待中心人那么多 我也只有平常假日才能够跟你聊 因为星期假日的话那真的是人山人海 满不完了 真的满不完 对 那主要的话就是金城武这次推出来的价格 非常的清明 然后再加上地点非常好 然后设施非常广 所以就是让很多投资市场的客人 或者是首购的客人 都能够很轻松的买得到金城武 这也是金城武那么受欢迎的原因 所以等于说是我们客人 很多元自助客投资客都有 对都南瓜了 怪不得人那么多 木槐我请问你 如果你现在有1000万 放在银行定存的话 一年大概可以拿回多少钱 定存现在银行利息只有0.8% 所以1000万最多8万块 对是不是只有8万块 来这是金城武最受欢迎的 就是我们这次推出来的广告户 大概是不到20坪的房子 要我们看清楚 对不到20坪的房子 19.59坪 对然后总价只要880万 不到1000万 甚至不到900万 不到对 然后自备款的话20% 你只要拿出176万 然后在土城这边的话 如果两房的产品 大概一个月可以租金到2万2 所以一年会有26.4万 对 然后另外我也让你把房屋税 对地价税还有每年的管理费 对 还有就是你每年要每个月要缴的那个利息钱 全部把你扣掉 房贷利息成本都扣掉 对一个月大概一年大概扣12万 所以这样计算出来你的年收益 大概是有14.4万 对 你的年投报到了8% 哇8% 对8% 那今次就是定存的10倍吗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都认为说 同样买房子 但是在京城里真的是放大了倍数 对 所以这个年投报如果真的有8%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高啊 对 可能买股票都没那么高 对不对 对 其实现在已经是超低利率 而且是一个资产重新分配的时候 那我觉得说应该利用现在的好时机 然后让自己能够就是利用钱滚钱 然后不要再把钱死死的存在银行里头 然后要灵活运用 其实现在的年轻小资组都很精打细算 没错 对 懂得用就是父母亲 大概是提供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自备款 然后让年轻人能够能够负担的起 每个月的一些租金 是 然后让他们能够提前进入房地产的一个理财规划 怪不得现场有这么多的客户 对 那我们是不是来跟客户聊聊呢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现场饮购客 对不对 现场还有鸡蛋糕可以吃 热腾腾的 好吗 你们借贷中心真的是就澎湃了 对啊 而且这是我们自己亲手现做的 那新海山客区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这边的重画区为什么这么夯 然后连这个罗姐 你算是购屋老手了 都忍不住要来这边买房啊 我是觉得这边的地段非常好 对 医院啊 捷医院啊 交通方面 每一个都很好 公园绿地什么都很方便 对 对于小孩子 年轻一族的住宅 就是非常的方便 性价比是不是也很高 性价比啊 都很高啊 对啊 以后这边是值得投资 可以发展的地方 生活周边也慢慢的 完全在建立 运动啊 公园啊 都有 有万瓶公园嘛 而且还有电影院跟百货公司 都有 对 都都生活非常的方便 就说连市场里进 对 对 两位是姐妹嘛 对 是姐妹 两位都在这边有买房子 对 我买一跟二 一二 他们从很年轻就买房子 然后那次来的时候 金城武买之后 就说返桥现在房价 金城武刚刚刚说 一推出我们就来了 对啊 他觉得那个海山特区 这边的话是真的 就是比较 基质请教低 对 能够容易破例 佟姐你现在金城武买了 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做出租 已经交屋出租了 出租了 很好出 两天三天就出租出去了 对 是因为这附近有很多的上班族吗 这边啊 总而言之就是 你交通如果方便 上班族就不愁这一点 捷运近嘛 走路几分钟就到了 图城还有红海嘛 对 有红海 Google重部 Google重部 对 主要这边是 第一个交通方便 好 第二个生活圈啊 像譬如公园绿地也多 百货公司也有 对 很方便啊 不停的称赞 铁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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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那一直很有竞争力 很有魅力 好 那我们来访问第二个 好 好 谢谢啊 前面一组以高客 他们是典型的家庭主顾 但是很会买房的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 孙仙是更厉害的 他是专业的名词字课 对 对 孙仙年轻文 对 他大概是 我好像听我同事说 他已经买了不少房子 专门在出租 但是 他现在还在住在旅馆 对 他的一些想法是真的还蛮另类的 这个其实蛮厉害的 真的蛮另类的 我买的房子租给别人 但是我去住旅馆 对 相对我赚租金 对 是不是 那孙仙请教你了 同样是 你既然既然这么职业 那你为什么在台北市里面 我们说是台北市又要按罪 台北市的成本太高了 对啊 如果一样 我如果一样的资金 我在新北市我可以买两间 我可能台北市只能买一间 然后在台北市 台北市我只能买旧的公寓 或是一些比较二手的房子 但是我在这边就是买 预售或新的房子 全新 对 他其实现在的人 对于这种居住环境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的尊重 越来越高 对越来越高 他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社环境 或是说交通环境 又不是说一直在那种巷那种 或是张张旧旧的事 没有背光 对对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与其我买一间在台北市 然后可能很有压力 然后那我不如买两间在新北市 而且这附近又是科剧园区 我要租给这样子的租客 就是这种精英啦 所以我们社会上的精英 其实相对我也比较安心 然后投资报酬的成本也比较高 好 虹马 看起来已购客户 对这个新海山特区 都非常占不缺口 对 那个到底这个特区的特点在哪里 我请我们在这边 已经生根了 从金城武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到现在第五期 最大的工程 我们的副主委刘伯承 来帮您做一个介绍说明 好 好 博哥 那我就带您到模型区 我们看一下我们新海山特区 未来最大的发展是什么 跟你走啦 这边请 好 谢谢 博士 你们既然做的模型这么巨大 那金城武No.5 是不是就在新海山特区里面呢 新海特区最近非常被大家注目 因为它是少数 你可以在黄金百门线 而且是年轻人都买得起的地方 以台北车站为一个中心点 你坐捷运19分钟 你可以到南港长圈 这个地方现在平均的单价 要在95甚至到100多万 年轻人负担真的是很辛苦 年轻人可望不可求的啦 对啊 不敢买那边 如果今天我预算 可能在月付2万多块 总价拉在1000多万的话 我到底可以买哪里 我不想要到很偏僻的地方去 我希望搭捷运 跟着捷运走 我可以到哪 也可以到我们金城武No.5的 新海山特区 一样台北车站搭捷运过来 也只要19分钟 而且现在我们的价格不到五次头 年轻人都有机会 可以买得起 年轻人中第一间房子 那新海山特区到底有什么特点 除了你刚刚讲说 离台北车站大概19分钟的 捷运线的时程以外 它的优势在哪里 文华哥你平常上通告 上节目 还有通勤的话 常不常坐这个百南线 那百南线是必做的 因为它有两个高铁车站 一个是板桥的高铁车站 一个是台北的高铁车站 还有一个 遗落到 它是南港的高铁车站 另外其次 它还有两个市政中心 一个是比较临近我们 新海山特区的 新北市的行政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台北市政府 也在这个地方 当然商圈不用讲 孟华哥也常去 小品购物 到哪里去 到新一计划区 到东区 甚至临近我们新海山特区的新版特区 这边百货 商圈围绕在附近 也就是说 新海山这个特区 到哪里都很方便就对了 都很方便 不管是要购物 或是要办事 其实就是一条 板南线事通八达 一条板南线可以满足你的 食、衣、住、行 跟工作机会 那为什么最近 房价又相对比较低 是的 没错 而且为什么最近南港跟内湖 房价会冲得这么快 最主要是就业机会 一个房子要有价值 要有价格 一定附近周遭 一定要有丰富的就业机会 再给您看一个 那这附近有什么样的就业机会呢 南港内湖呢 他们目前现在这边 大概有十万个就业机会 包含南软 包含内科 在我们新海山特区呢 周边有三大的科技园区 先讲我们原本的土城工业区 现在土城工业区 穆尔坤之间对土城的印象 大概就是黑箱、烟囱工业 台湖的制造业比较多 跟南港当初很像 现在华丽转身以后 蜕变以后 这边土城已经是智慧产业园区了 包含像鸿海 郭台铭的那个鸿海的总部 在土城这个地方 包含中华工程 我们工业区的土地工 工业工业在这边 盖一个AI人工智慧园区 引进我们的5G 另外呢 如果你往前一点的话 到我们前面 大概开车五分钟的板桥 远东通讯园区 这边Amazon、Google 都要进驻这个地方 那有在玩手机的APP吗 这个APP游戏的话 哪里在做这个手机的APP游戏 在我们综合软体园区 那你很妙的 我们把这个三个科区连接起来 我们新海山特区 我们金城No.5 就在这个就业机会 最丰富的黄金金三角的正中间 未来预计 我们的就业机会 会超越南港的内海 所以说也就是住在这边 我既可以到中和去上班 我也可以到板桥上班 我当然也可以就近在土城上班 而且你可以靠着捷律板南线海山站 通行到远东通信远区 你也可以通行到哪里 到洪海 OK 好 那所以在这边 真的是非常适合 用就业组 尤其是高科技业的就业组 如果你开车的话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土城交流道 或是中和交流道 这个绝对不够 行政院我们书贞昌 行政院长加码 建设一个北土城交流道 哇 金城No.5 在未来上交流道 只要两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直达中和新店 甚至是可以远接信义快速道路 到我们的信义计划去 也就是说有个新的交流道 可以接每一道 而且开车只要两分钟 那真的是太棒了 四通八达 除了捷御以外 我们自己开车 然后呢 上班又是在这个金山脚的中心 那真的是对上班族来讲 出挖或是买最好的地点 那边租金头泡非常非常多 好 那至于说你们的案子到底如何 继续来帮我介绍吧 帽哥 这边请 好 其实现代人买房子非常挑剔 对 它不只捷运要方便 大众运输要方便 我要买好的产品 什么叫好的产品呢 今天我的园艺做得好不好 对 我的基地有没有一定的规模 生活环境 我们金城武No.5呢 占地6000匹 应该是目前整个捷运展里面最大的开大 就我们看到这整个就是6000匹 最主要我们拿3000匹来做中庭花园 这会不会有点浪费啊 好 我们要让客户买到最好的产品 好 3000匹里面呢 第一个我们的主题 京都花园 对 看我们中间这个地方 我们四周围先帮你满目 大家最喜欢的 最日式庭园的印象就是什么 樱花 吉野樱 吉野樱 我们有小富士樱 吉野樱等等 而且这个庭园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会有不同的景色 首先春天会有看到我们樱花 到了春天的话 春天的话 我们中间种了午夜松 种满了罗汉松 所以春天 夏天会有夏绿 等到秋天的话 我们周围这边 我们种了很多清风 所以有风红 有风红 所以秋会有秋风 那冬天呢 我们这边不会下去 冬天呢 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的预复率 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冬天的话 来这边散步啊 牵手散步 小朋友来这边游玩的话 我们有冬天最舒服的眼光 所以我们具备了四个 第一个是春天 春天的绿 樱花 夏天的绿树 秋天的秋风 对我们冬天的冬阳 这样讲好像让我感觉 我现在已经在新树育苑的感觉 对 所以真的不用出国 像不适合出国嘛 对不对 我们来游览 我们来京都 京都花园 没办法出国 我们就在自己家的评论 看几眼音了 而且不只到日本 我们还可以直接到哪里 到巴厘岛 是吗 哪里有巴厘岛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巴厘岛式的泳池度假会馆 一下跳到巴厘岛的风格了 你看有椰子树 我们从东北洋 跑到东南洋 旁边的话我们做生诞椰子 大王椰子 旁边还有像鸡蛋花 那这边我觉得是一个亲子共享的空间 我们有一个成人的游泳池 我们游泳池还有分 从大人的 小朋友的 小婴儿的 也小婴儿 因为小婴儿它很适合玩水 夏天的话 我们做了20公分的细水池 60公分的细水池 跟大人一般正常游泳池 在这个区域 想得很周到 另外的话 如果今天想要工作劳累的话 我们社区金筹南半 还有很丰富的食堂群 冲冲身体 身体的皮类冲一下 全身的劳累都消失了 泡泡热水也不用倒三温暖卷 吃一下你就有了 不用花钱 而且 如果今天 我不喜欢 不要说坤立了 我要变换一下心情 我们可以到哪里 到婴室秘密花园 啊 另外 我们还有吗 这个地方 最主要是这边的地瓶 地瓶很特别 地瓶的话我们是 仿照 英国一个最有名的品牌 莫格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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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Burberry Burberry的那个 地瓶 就展现在我们的 英式花园的区域里面 在那边可以享受英式下午茶 英式下午茶 英式喷泉 对 在这个区域 而且这个空间 大家很喜欢的 除了我们三道花园外 是我们周边的 跑步道 对 现代人很需要运动 运动的话 很多人去路跑 去路跑 你要开车开到很远的地方 住在京城湾那边 你要路跑 绝对不用衡心 对 我们周围 留设了520米 米的健康跑步步道 对 这520米在我们周围 你除了跑步以外 小朋友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滑自拍轮 对 那小小朋友 你可以在这边学骑 脚踏车 没错 非常的安全 我们除了 3000平的花园外 我们还有1200平的休闲会馆 我们健身房里面有很丰富的现实 包含一个很别具风情的一个瑜伽教室 一般的瑜伽教室就是单纯铺几个电子 对 那我们的瑜伽教室不一样的是 我们在瑜伽教室里有一个室内的田园 我们还可以看看外面的散花 对 那个 做瑜伽的时候还心旷神 还心旷神 对 那我们是一个全灵化的休闲会团 对 所以我们好像小朋友的话有儿童游戏室 在这个地方 青少年的娱乐室 这边有飞标机啊 投篮机啊 等等 对 如果大一点的话 如果你要小朋友要读书的话 我们社区里有越南室 对 还有那个自习室 那大一点的话 女生小女生喜欢做菜的话 我们有一个仿造新一计划去 Bella Vita的一个厨艺教室 对 都在我们金丑No.5里面 是 好 听你这样讲 光是庭园啊 就让我心晃神疑了 但是我更想要看一下你们的样品屋 孟娃哥你先来看我们样品屋 这是精心的设计的样品屋 客户都好喜欢 那我就要跟你走啦 好 孟娃哥我们再一起 博城 金丑五No.5 除了花园有很多风格以外 原来你们的样品屋也有很多风格 对 我们做了很多很漂亮的样品屋 像这些 JOMALON工 跟香奈儿工 问我可能不准 问我们最漂亮的消责小姐 可能会比较实际 那请问你们两个 你们到底喜欢哪个风格呢 我喜欢JOMALON 我喜欢香奈儿 那我先看JOMALON好不好 好 那就跟着你看 这边请 这间是我们21屏的JOMALON风 那我们这次在规划上面做到2加1房 而且有独立的厨房空间哦 请问是什么样的课程 他们最喜欢这样的房型 大部分的话可能是目前正在租屋的小资族 然后住在台北市的 他都是沿着这条捷运酒线来找 小资族的房子 OK好 所以说等于小资女小资男 很喜欢这样的风格 没错啦 OK 很实在啦 因为21屏的房子真的哦 对小资族来讲是可以负担的 对 那我们来到香奈儿的房型 对 这是几屏的呢 这是我们32屏的 然后它是规划3房2套 那30几屏就比我们刚看到 JOMALON20屏来的大 那相对它可能房价的负担也会比较大 那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像这个的话就很适合一般的 像双新家庭啊 然后或者是说换屋的课程 然后或者是说甚至是跟父母同住啊 他的房间来讲的话 拥有两个双人床的房间空间 那还是如果说一般的小家庭 他即使是生两个小孩都住得下哦 我讲风格真的很多耶 而且我们做到小评数非常高的评效 除了你刚刚看的以外 我们还有军品风 成品风 还有文青风 还有日式风 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意大利金铁风 欢迎大家快点来参观我们京城五No.5 哇现场就成交了耶 对啊现在现场客人啊 来啊就很心动 马上就想要买房子 马上就可以现场请约 所以这一组客户是第一次看房 就买了 他们第一次来这边 好因为住在台北市 也是靠捷运板南县来通勤 那他们买这件是为了资产的 好真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